周围都会感慨说老了 我问一个问题你们 就是说你们这一辈子 当然还没过完 就是说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 是什么时候 有什么规遇 有记得吗 我先讲 就是有一个晚上 我印象很深刻 跟你老婆 睡到半夜 跟我老婆有关 就是睡到半夜醒来 回头看到一个大妈 躺在自己旁边 原来那个大妈是我老婆 所以我觉得 我又觉得 今天是老婆没来 而且我老婆也老到不向往了 已经不看 所以没有关系 真的那一次很深刻 就简单可以概括为 看到身边的女人老了 觉得自己老了 还有一次也是 当我从睡房走到客厅 看到一个小大妈坐在那边 原来那个是我女儿 然后当你女儿 都是个小大妈一样 我也觉得老了 他怎么可能是小大妈 你夸张了吧 25-6啦 25-6 我可以去死了 我可以去死了 重点 出五年级的那个老女人 一起过吧 是吧 小心说 因为在家里没打败 你自己想一下 你在家里跟出来状态会一样吗 我在家就这么美啊 是吗 对 那是你 所以才是方舟嘛 我女儿不是方舟嘛 那另外有比较正经了 像有个南美洲的作家 小说家 小说里面有一个人要感慨 我觉得很好 他就说 什么叫老了 老了就是你越来越清楚 知道你身体每一个器官在哪里 因为当你身体好好的时候 你不晓得你器官在什么位置 可是你这里病 胃痛 心痛 肝 像我现在很清楚 完全掌握了我每一个器官的位置 那就表示你老到一个地步了 真的有道理 对 好 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 小青老师 你头一回觉得自己老 我甚至有一段录像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就是 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去新疆拍片 就是 刚好有爆那个洪水 这个路冲坏了 就是 只能车过去 人要跳过去 从这个不远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 这太没问题了 大家说 你说 你老同志就坐车吧 这太没问题了 然后我一跳就 就跳到河里了 没事 没事 哎呀 多亏拍照了 我个人认为 我是能够过去的 那一刻我就觉得 可能我的身体的机能 已经和我的反应 已经撮合不起来了 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最高峰的时候 他可以怎么都可以玩 但是当他状态下降的时候 他也想去防守 他做不到了 哎 你和方舟比较接近 就是说80后这个 初老的这一代嘛 因为我马上就30了 所以就是是特别典型的 你马上就30了 我以为你是 30岁 30岁青年作家 但是你看那天我就跟他们团队就讲啊 他有几个原因 就现在的这个80后的觉得自个儿老了 其实呢 你看啊 他们一个是说啊 被人叫老了 就是你知道90后的 00后的出来了 然后就叫你老师 恨不得叔叔了 慢慢慢慢 其实他才不到30 就在一个团队里 他被叫老了 对 我的读者已经叫我不老女神 动名女神了 再进下去就动名了 就我自己 而且我后来发现 因为我就是成名太早了 我现在跟人回忆起什么事 就是说 哎呀 20年前我跟小新叔叔干嘛的时候 那就觉得是一个化石一样的人 就目睹了世事变迁 但你说我觉得自己老是说这种初老吧 是我发现自己就开始喜欢年轻小男孩的时候 就我就说 说的怎么这么 我开始去欣赏他们的好 就是作为两性之间 我觉得啊 欣赏他们的好 因为我之前喜欢的对象都是那种年纪比较大的 大一点的 大我五岁六岁等等 但现在我觉得哎呀 他们拥有某个我不再拥有的东西 就这一刻就还挺觉得自老了 几年前开始的 就今年吧 就是你能很明确的感觉到 你觉得这个年轻的身体 年轻的经历 尤其是对于经历的羡慕 就是说你能够欣赏 年轻男孩他们的经历 但是你真的跟他们就是出去玩的时候 凌晨两三点还在蹦滴的时候 你就想 我就特别想回去睡觉 所以你感觉到就实际交往中又觉得 人能从他的口味感觉到时光飞逝吗 其实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味蕾会退化的特别明显 是没有的 人可以一直保持到很高的年龄 比如说你小时候青年中年到现在 壮年 你爱吃的东西有变化吗 当然这当然有变化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分界 比如说 年轻人吃的和中年吃的和老年吃的不一样 你说说你自个儿 那年轻时候肯定喜欢吃更多的喜欢吃那种过瘾的 卤串啊 这种很暴力的 火锅 对对对 有比较刺激的 比较刺激的 辣的 甚至有这个靠温饱 就是靠撑 就吃的特撑 哎呀撑的不行不行的 到中年以后就很少这样了 因为你的消化系统跟不上了 它就像你的愤怒一样 你就得选温和一点的 这就像 你是看奇葩说还是看元州派 实际上这个年龄一下就显出来了 当然看元州派的一般都是年轻一点 我就发现这俩人挺逗的 你看你发现没有 他一说去吃啊 他有个嘴上的动作 开牙对吧 而且与此同时 我就灵敏的耳朵听到 叫灰肚子 就叫 我天哪 你真是大神 因为我就像心理学实验那 那一只狗嘛 每次跟他聊小青 我就想吃美食 他说的 我这个也胃里共鸣了 我一下子就想起 真是年轻人的胃啊 你知道就是说年轻人 吃个铁钉子都能画 痛快 没有我想回到刚刚方舟 说到被年轻一辈啊 叫你什么动灵女神 这个那个 那都算了 我有一次那时候 当金马掌评审 两年前 跟谁呢 陈建兵 王上 建兵兄 一起每天混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去每天看电影的地方呢 在五楼 在六楼 建兵都很喜欢走楼梯 我们大电梯 那那一天我就说 建兵兄 我陪你一起走楼梯 走 走在他前面 爬了六楼 到了时候 陈建兵在后面就讲 哎呀 家辉老师啊 你真是老当一壮 我就崩溃了 那我只能跟他说 建兵兄 我老当一壮 我宁可你叫我老人迷奸 好像比较好 所以这个老啊 绝对不是一个生理问题 也不是一个年龄问题 它是个认知问题 认知 因为你看 这还有一点 就是过去 我一直觉得特奇怪 就当年说这个红军呢 18岁的红军市长 你记得吗 就是国家指挥千军万马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18岁小孩他懂什么 后来呢 你看今天的这个职场上 他们就发现一点 责任让人变老 你别看你就是一八零后 你二十岁 明天让你当个省长 你试试 马上他就端起来 不是说马上端起来 就马上他就老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是不是真的 本来一个很幼稚的人 因为你没承担 你讲 我那天在一个游戏论坛上面 看到一个帖子 我特别触动 就是一个卡通的那种游戏 很简单的一个游戏 手机游戏 一个论坛上一个80后 大概83年85年左右 他就发了个帖 告别帖 他说他告别这个游戏了 就是因为他有一天玩玩游戏 然后他女儿发烧了 带去医院检查 是白血病 但是呢 就是不是很恶性的白血病 就是你需要投入钱 投入时间 就可以治好的那种 但是他还是决定 他知道那一刻 他就把这个游戏删了 不是说因为觉得花时间花钱 是因为他发现 他没有办法在游戏当中 去逃避自己了 现实太现实 以至于他必须回到现实当中 去承担责任 就人在年轻的时候吧 你会觉得你可以逃进很多东西 你可以逃进叛逆 你可以逃进审美 逃进艺术 逃进游戏 逃进虚无 但是在承担责任那一刻 你发现现实当中有 不仅自己很无力 在现实当中有 比你更无力的人 需要去依赖你 就那一刻你没有资格年轻了 你必须变老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当时看了之后 就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我觉得是一代人的 这种精神写着 没有 方舟这个 听来非常动人 可是里面有一个地方在说 我们如何定义老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 搞不清楚老跟成熟 你成熟嘛 那其实比方说到三十岁 其实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首先有资源 有权利 人家要仰望你 依靠你 你可以感觉自己老 也可以感觉自己成熟 差别在哪里呢 假如你感觉自己老呢 你不是老 你是恐惧老 恐惧你能力不足够 你有焦虑 可是假如你那时候 有自信心的话 你不会感觉老的 或成熟啊 你看我身边很多80后 我不知道这个 有没有调查统计 就是身边 现在老友跟我说 说是这个90后的 往往特早结婚 特早要孩子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趋势 就是很多时候 你看我身边有个化妆师 他说我觉得我老啊 就是我一生孩子 一结婚第二年一生孩子 他说我一下就觉得老了 其实你才二十几岁 其实也不仅仅是说 你生了孩子你就觉得老了 孩子离开了你 你也会觉得老 我儿子去美国读书 我一下就觉得 我天哪 这个我有个朋友 管管孤独的感觉 对 然后那个 沈默飞给我提了个字 叫做一个人畜无害的 空巢老人 实际上很多是靠 是心态想象的东西 而且呢 可能生理上啊 也有一定的关系 你知道因为呢 你要说是这个80后的 讲这个初老 那我觉得像我们60后的 就该讲宾词 对吧 就是你记得大概在我 四十一二岁的时候 文道还带过我两周的节目 因为我住院了 对对 就是这个闹这个心脏病 首先我是听说这个 徐老师 徐总老师 说装支架了 我们俩生日同一天 我那天打电话慰问他 我说你看咱们俩生日同一天 我这两天也是觉得有点凶闷 放下电话之后 当天晚上 我就在威尔斯青王医院了 我就觉得喘不过气 喘不过气 而且主要是这个香港医生啊 太负责任了 就是你知道吗 就来了啊 哎 那个那个 你别慌 你先躺下 你先躺下 我就躺下了 你想不想吐 我说我不想吐 想吐也不要紧啊 拿盆来 拿盆来 我说你那时候 我真想吐了 然后就是说 咱们去做那个 叫什么ICU 不是ICU 是急救室 做那个CT之类的 CT之类的 说坐轮椅去吧 坐轮椅去吧 我说我能走 咱们坐轮椅去吧 然后我就看着那个门呢 哐 家伙 哐 我就 我就产生那种 濒死 就是濒死的这个体会 然后这个心脏这个问题啊 闹了我一年 你知道在这一年里啊 我的工作碰到了极大的问题 就是 比如说我每年都 那个时候我每年主持 那个选美比赛 嗯 你知道我现在可以跟你透露 我最后那年主持选美比赛 我是兜里攥着硝酸甘油 上去的 因为添了一毛病 就是心情稍有浮动 或者稍有紧张 这个心脏啊 就一百多下 碰碰碰碰碰碰 跳得慌碰碰碰 跟打小鼓似的 这么跳 对吧 我就全程啊 就最后这个选美比赛 我就兜里揣着这个硝酸甘油 那是要干嘛 不是通病的吗 又来 甘油是通病的 你以为我带着开塞路上去的 声梗叫甘油 是一个额通 硝酸甘油 是有点像塑硝救星蛮的那样 就怕你心肌梗塞的时候啊 因为我害怕啊 就揣兜里 我当时想 我说这主持别的节目 你要犯心脏病也好说 你说你要哪个男主持人 主持选美比赛 说心脏病发错了 这玩意儿好说 不好听啊 对吧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彻底的 我说以后再也不做了 我把你丢这人 但是呢 闹腾了这么一年 找N多个医生这么看 最后倒是我有一个老师 他跟我讲 挺有意思 他说啊 你不一定是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这个血管 说堵了25% 对吧 他说你不一定有什么问题 他说呢 我也有这个体会 就是你从40岁 然后你过去的时候 在40几岁的时候 你好像有个坎儿 似乎是人的身体啊 是不是需要一个调整期 在那个时候 你会感觉到 头疼脑热 或者哪心脏不对劲了 哪不对劲了 他说你过了这个坎儿啊 你再往上一直到60 你的身体又进入一轮新的平衡 有道理 入场返修一次 是吧 就把这零件什么的 再换一下 然后就能撑个20年 有有有 可是我们把问题倒过来看 我们都说对于老的恐惧什么 反而在想 你假如没有老 有时候也是个麻烦 我们呢 同代人都死掉了 你现在30是 那还要活到100岁 到时候来我们焚钱 他这个还有个心理学 有一种研究啊 很容易理解 就是比如说小孩子 课间休息10分钟 就觉得好长 对吧 我们呢 一转眼 时光飞逝如电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小孩子的 五岁的小孩子 他度过一年 在他的整个生命里 是五分之一 这个比例 你知道吗 你呢 比如说40岁 你再过一年 你是四十分之一 所以画一下 就过去了 所以实际上 不是绝对的时间 是相对的时间 而且我在这个里边 我还加上一头 也不是有首词 就是讲嘛 就是这个少年 不识愁思慰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父心词 强说愁 而今时尽 愁思慰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到天亮 好个秋 我发现有一个 比较麻烦的地方 这是爱情 我说人跟人的情 我记得我看过一对老夫妻 真的老了 八十多吧 看到他们可能斗争了一辈子 可能互相抱怨 好像你辜负了我一辈子 我记得以前住的地方 经常看到他们两个 坐在门外面 那个眼神 就是恨不得 把对方一刀同死 可是谁都离不开了谁 你知道吗 住在那边香港 地方贵 你也不能分居 不能去 八十岁分居 没有意思 那我就想说 假如我们说老到一个地步 好像什么都过去了 天亮好个秋 什么什么 可是当你眼前出现一个 原来几十年来 跟你那个 这个 那么深刻 生命那么紧紧挂钩 那么多的人 可是里面有那么多的恩怨 不容易啊 真的是能够 什么过去的恩怨都算吗 但是马家辉老师说 这爱情 我忽然想到 其实我 叫我灰灰 那我感觉没有年轻 就我最羡慕的一对爱情 还真的是 就是男生已经七十多岁 女生已经六十多岁 但是他们差不多 就是在几年前开始好 就他们相遇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晚了 但是我为什么会特别羡慕他们 就是他们对彼此的那种珍惜 他们吃饭在一起 约出来吃饭永远都是在一起 然后吃完饭回去散步 手拉手一起 然后他们俩结婚是说 在美国吃饭的时候 然后经过一个教堂 在拉斯维加斯 说如果我们吃完饭 然后这个教堂还开着的话 我们就进去结婚 然后他们吃完饭 教堂还开着 他们就进去结婚了 然后他们就一直都手拉手 永远在一起 我后来就理解 其实我就跟那个男老师就说 为什么你们感觉那么好 他其实就是觉得 因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他们就是特别珍惜 每一刻在一起的时间 我后来问到周围所有 比如说五六十岁才相恋的那种男女 就问了他们什么遗憾 都是说哎呀没有早一点遇到 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是感觉不到 因为年轻的时候 你想到白头偕老 你觉得好长啊 妈呀太痛苦了 想都不敢想 但是你其实到五六十岁 你再去遇到感情 你想的是 天呐 我在这个倒计时当中 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过 就是这个感觉是 是有一种衰老带来的浪漫的 感情生活能延长寿命 这是肯定的 就像很多人也迷信 这个食物能延长寿命一样 就是吗 不能 我前一阵去过一个长寿之乡 就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 当然我知道这长寿的秘密 就是户籍制度混乱 这个就是说这是什么水呀 什么这个吃的东西 后来说我们请你来 那就想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推广一下我们这个吃的 我说实际上是人的寿命啊 首先呢靠父母 就DNA嘛 第二靠天地 就是吧 天地 天地那就是环境了 环境 环境 你生活的空气好不好 第三靠政府 这个医疗方面便捷不便捷 第四个靠科技 第五个靠自己 要锻炼 对吧 对 第六个才能靠吃的 就是如果说吃什么东西 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 肯定都长寿 就是就是 那你拍这个节目干什么 我没有拍 对 所以我们的理念总是 美食和这些东西 美食是一个单独的一块 像赛兰老师说 食物 美食 所有的美食 总是从牺牲一点点健康开始的 就是你要 你要屈尊去和他拥抱 你才能感受到他的美好 其实是代价 对吧 但你愿不愿意 现在还愿意为美食付出健康和寿命的代价 会克制一些 比如说三高食物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肥肠 我是常委会的委员 非常爱好者委员 这回那个故事抵震了的时候 对 一路出去他们在吃 但是现在呢 比如说昨天晚上我还是吃了一块 但是我就会比较克制 我会把那一块 想好了我怎么吃 而不是说这几块都是我的 那就 现在就会比较有 你还别说 今天脸上就显出来了 那小青兄有用那个爱吃的东西 有用药物来跟他对抗吗 我是真见的 我身边朋友啊 真有这种亡病图啊 我就不可思议的 糖尿病啊 就是有一种药 好像叫 我不一定记得清啊 阿甲双瓜还是之类的这种药 听说这种药还特好 按说这是控制血糖的 对 他每次跟我们大吃大喝 什么都不忌讳啊 这是个美食的 饕铁家你知道吗 每次吃饭喝酒之前 啪啪几个药片 他说我每次就这样 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 我说这是亡命图啊 对这已经好了 我碰到一些医药 糖尿病 可是每次吃以前呢 还当众很高兴 打一针 等一下啊 然后我们干嘛 拿起肚子 我们看到都没有胃口吃饭了 他就打得很高兴 打完 OK 吃吃吃 那这样那种才是亡命图 不是 就是说你们说的 这个还是生理上的这个老 其实我 我觉得啊 现在更多的这种老的情绪的弥漫呢 不是生理上的 你比方一八零后的 他其实老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一种有点不想干了 就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 对就这样了 也就觉得有点没劲了 或者说觉得自己活的吧 就是看不到指望似的 甚至于你包括这女演员这典型 你记得那姚晨演讲的节目里演讲 不是说吗 说我生个孩子 结合婚生个孩子 再出来发现 好像不需要我们中年 就生过孩子的女演员了 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认定 看电视的 看综艺的 娱乐的 看电影的消费者 全是年轻人 所以我觉得社会在不顾一切的去 讨好一切年轻人 然后你稍微不加入这个消费者的行列 或者你把自己抽离出一些 你就发现没有自己的位置 你既不是生产者 你也不是娱乐者 你是个多余的人 就这种恐惧 我觉得还是挺强 但是还有一种 我觉得自己衰老的恐惧 就是你觉得自己特别的无知 就我那天在麦当劳 我听到旁边两个高中女孩在聊天 然后其中一个女孩说 哎呀我爸真是太老 太老土了 他竟然觉得这个小鲜肉是露寒 然后我在旁边听到冷汗直下 我就说天哪 那新的小鲜肉是谁 怎么查 我怎么去查 就是你 所以你会觉得 他已经塑造出一个巨大的 你一无所知的一个市场 或者是一个世界 你连进去的门都不知道在哪 那你说身为这个就是半老不老的人吧 就是他也有一种 他如果是身处这个世界当中 新的世界当中 他也有一种随时就会被替换出场的危机 对 这个还是很恐惧 你说这个我请教你了 就是我肯定是老帮菜了 但是我就觉得 你比方说啊 如果是我们专业的工作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是可羞耻的 但是你比如说像是同龄人 他们说 那天说杨超越 我不知道杨超越是谁 我就很丢人 但是我就接着问他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他们 是你们是同龄人 但为什么他们都知道谁 你如果不知道 就落武 落什么武了呢 那也可能说明你们 智不同道不合 那你玩你的呗 那为什么你非要跟他们混呢 就是你觉得 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了 因为比如说杨超越 他所代表的是 景理的形象嘛 然后所有的年轻人 都开始转景理 然后呢 你不转这个景理的话 你就落后于一种景理的文化 但景理文化背后的 又是一种说 我希望什么东西 能带给我好运的文化 所以他这个形象 不仅是他形象本身 那还有他所代表的 一系列文化现象 你看一句话就暴露 我老 你请你解释一下 景理是什么 你平常 这老人肯定知道 我只是隐约知道 说老实话 我可能和文涛一样 我也是 年轻人 我前两天 就是老有人给我发私信 就是说强烈要求 某一个明星上 《风味人间》 老给我发 老给我发 这个明星的名字呢 叫张杰 但是我 我真的不知道张杰是谁 我就问我们导演 我说张杰是谁 他说张杰是个歌手 谢娜的老公 哎呦我真对不起 我还跟谢娜一块做过节目 我说真不好意思 哭了寡闻 他说没事 我就给他看这个 他说没事 今天晚上就有张杰 就那一集里面 正好有个厨师 他名字就叫张杰 但是呢 我还是忽略了 就是我认为 这是一个很幽默的事情 我在微博上就把它秀了一下 对 但是我不知道的是 就是张杰的粉丝 真的非常忠诚 就对我进行了 非常这个细致的教育 思想工作 我非常非常服务 就是确实我们这代人 他就是和这个时代 是妥结了 我只是知道 今天是一个幸运的东西 但是是什么 不是不知道 不代表不尊重啊 但是你就没有办法 加入到这个亚文化的 这个讨论当中 而且当这亚文化成为 主要的文化的时候 你作为文艺工作者 你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重点 他是文艺工作者 对啊 所以没有 而且我就在说 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的 文艺工作者来说 很可悲的一点 就是我们拼命地 想去捕捉年轻人的亚文化 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是什么 语言方式是什么 他们的文化是什么 但是你就相当于 用自己的第二语言 去学习别人的母语 当你学会的时候 人家早就进化出一套新的语言 你永远赶不上探 就所以我觉得 这是很多 为什么80后 虽然他们 又是又有点年轻 又不年轻 甚至是90后 但他们觉得 已经在这个主流文化以外了 他们加入不到 这个整个的浪潮 整个的热闹当中 没有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一点 我不懂你这个无所谓 我甚至自豪 我不懂 因为倒过来说 我所懂的 你也是远远不懂的 他们80后90后 很多不懂我们 经历过我们 看过我们 读过了 那我们有那个东西 那所以重点在于说 你有没有其他的 假如你有其他的 我知道我不懂 可是没有关系 我不需要 然后我有其他的时候 我就不叫老 我感觉的不是老 是成熟 万一你又不懂 那新一代的语言文化 你有什么都没有了 你没有新的东西 没有累积的时候 你当然要焦虑了 你就感觉那时候 这是苍老 我觉得这是能力